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易康诺米 今天我们来录误度会 欢迎从北京连线的张雨林和高高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这本小说是 Gram Green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 它的可能是不一定是最有名的小说 但是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1940年出版的《权力与荣耀》 它的英文名字叫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听着在两会期间听着 非常的振奋 然后这个是雨林推荐的 所以我们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作者 我简单的说两句 很多看电影的朋友知道第三人 第三人的原著小说原著的作者就是Gram Green 另外一个我一句话 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印象全力的荣耀 是一部追杀类型的小说 所以他也有他刺激的地方 好 雨林有请跟大家介绍一下 选择这本书的原因和作者 原因是因为我们上次读了一本 《牧羊少年的奇遇》那本书 那个我也特别喜欢 是高高推荐的 然后呢我就想说咱们每次推荐 就是给听众还给我们自己 就来一个气质不同一点 就那本是特别有点魔幻的 然后是特别治愈的 特别心灵的 也不是就还是挺挺 也不能光说 对 还是挺好的 但就是说这本呢 是不是就跟那本 我预料到啊 因为Gram Green这个作者 我知道一些 我看过他一些别的 我预想会跟那本的气质 非常不同 这个作者肯定跟上次那个作者 明显是挺不同的 深逐年是04年到91年 等于说是20世纪吧 大家想想从1904到1991 人类20世纪的一个作者 就把苏联的日子给过完了 他是 你说吧也行吧 对对对 冷战对吧 冷战苏联 他是英国人 他是作家 编剧文学评论家 所以他 还有记者 记者 记者 对应该还有记者 但其实他还 应该是 大家都认为 他是当过做过间谍的 他获得诺贝尔奖提名 是1950年 然后他一生 就这也挺 就可能他被都提的 都提烦了 他获得21次提名 比村 可能村上这数也没太多吧 我觉得 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 无冕之王 我觉得也算是 就是在村上村树 还有一个垫底的人 所以说他也从来没得过 这可能是一种 就是一个honor 我觉得 某种意义上 76年的时候 他得到了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最高荣誉大师奖 81年获过耶鲁撒冷文学奖 86年获得英国工具勋章 我也特别喜欢威廉格尔丁给他的一句评语 就是说 他是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 还有一个伟大的作家 向他致敬也值得一提 那就是我们也读过的 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对他说 我是你忠实的读者 格林先生 我觉得一个作者 其实他要获得像类似这样的人的认同 就比达诺贝尔奖真的还爽 就是说 就是他就值得尊敬的人的认同 我想一个如果能记录20世纪 20世纪人类焦虑还是挺多的 的人 他本身肯定是个焦虑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躁愈症的患者 他一生呢 就是其实挺复杂的 我就不一一的 就是说禁诉了 他的这个家族也 也很有故事 比如说 他们家有六个孩子 他兄弟姐妹当中 有什么BBC的理事长啊 什么医生登山运动员啊 他的父母呢 是一个大家族里的表兄妹 他父母是表兄妹 然后这个家族里有什么啤酒厂的 大的啤酒大王啊 银行家啊 商人啊 校长啊 各种各样 然后因为他们 他们家庭复杂 然后在英国的这个中上层社会结构里 就占的点位也多 所以难免会有 比如说一个右翼 政治上右翼左翼都有 他的一个表兄 其实是一个纳粹分子 在二战期间还被抓了 好 然后呢 他其实是进了他爸爸开的一个学校 曾经想要用枪自杀 然后接受心理治疗 各种各样的 我觉得可能值得一提的一点是 他是一个诗歌作者 就一个作品 你可以写得很刺激啊 又追杀啊什么 大家都可以写追杀 但是把追杀写出诗信来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当过记者 这点也非常重要 因为 他深刻的切入了二十世纪的现实 然后就写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了 他还有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值得一说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跟天主教思想 就是最核心的一些观念 比如罪啊 对吧 我们这小时候就缠绕不去的 就是这个人类的原罪啊 各种宽恕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跟那个当代人心理机制的一个关系 是一直萦绕在他的这个写作当中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就是 我佩服的哈 就是他是一个 把严肃的文学写作和可读性的吧 就是结合起来的一个作者 他主要是写 被别人说成写 侦探小说和悬念惊悚小说 反正他的主题确实是 比如说我们这 我们读的这本就是 确实是跟追杀呀 什么有关的 然后还有一些 我所谓的间谍小说 比如我们在哈温那的人 叫Our Man in Haven啊 或者是这个第三人 之类之类的啊 就是跟国际政治和间谍也有关的 我就还是一直挺佩服这样的作者的 就是他写出来 大家都能读 因为他当过间谍 所以他对这些国际政治和各种情况 他是有切身体验的 还有一个 我大概把他的作品 重要作品 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刚刚一番说了 第三人是一个挺重要的 但是其实我们这本这个权力与荣耀 也是认为是被大家认为是很重要的作品 还有叫布莱顿印堂 然后人性的因素 文静的美国人 我们在哈温那的人 差不多就讲到这 雨林讲的几个点 我想解释一下 雨林刚才提到他一个自杀的一个 在学校里有想过自杀的事情 其实这个和这本书里有挺强的一个关系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 因为严格上来说是一个 当时他从堂兄那里 还是一个亲戚那边偷了一把手枪 想玩这个俄罗斯轮盘 就是在这个枪堂里上了一颗子弹 然后对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 这个就是你就可能是 我不太懂这个军火 就是这个器械里边是可以上六颗子弹 八颗子弹 可能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大一个六分之一的 中弹的几率吧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好像试过几次这样这么危险的游戏 这个我觉得和这本小说 我们听高高讲情节以后会明白 就是他跟一个人有这个死亡求死的冲动 还是有关系 然后他有讲过自己在Russian Roulette玩过之后 一下子就是刺激嘛 这是一个比吸毒还要刺激的事情 因为你选择我瞬间就要把自己给做一个了结 如果没有了结 那一切好像就充满了一种某种神秘主义 某一种新的就是有 甚至是上帝愿意救我 就自己怎么去理解这个就随便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到的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觉得很惊奇的听到他说他有进MI6 也不是惊奇吧 就是说他也同时也短暂的加入过英国共产党 当然对他这一代人里面 特别是知识分子里面 就是说会有这种倾向和尝试 也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但他肯定就是有这方面的同情心的 其实尤其是牛津大学在19世纪 有一个很有名的运动 就叫牛津运动 就是一个天主教的运动 就是选择尤其是在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选择就是Green他也是通过结婚的时候 因为他老婆是转到了天主教 也不是说出生在天主教家庭 所以他也是因为结婚的原因 转转教吗 这个教我也不知道 转会就是叫转入了天主教 converted 对converted 那一般来说 在英国会从新教转到天主教的人 他们羡慕或者是他们仰慕天主教的点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列一些 就是一些大家的一些这些点 其实跟这个小说也有关系 就是他们会觉得天主教更纯粹更正宗 这个其实一个是跟历史相关 一个是跟他的所谓的迷信的一些 其实就是宗教仪式的这种迷信的神秘因素 有关的事情 其实他是更被这些吸引的 他不太喜欢更世俗化的这个宗教仪式 或者是缺少这种宗教仪式 另外一个就是 他英国的这些转converted的人 他也会非常羡慕 或者是认为有教宗 就是有教皇是对的 就是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人 就是在任何就是宗教事务 或者是教义教条上 当出现了一些纷争的时候 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终审法院来说 你们都应该这样 所以他也是对于这种家长制 或者是对于事情有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就是对于这种是更 内心是更喜欢这些东西的 而不是喜欢比较复杂 或者是一个大家吵吵脑脑的混乱的世界 一个因为在这本小说里也有提到 就是有一段话 就是说难道这个就是有一个神父说 我们就交给下一代一个空洞的宇宙 一个逐渐冷却的宇宙 一个你干什么 只要自己开心就好的宇宙 好像就是这个也是可以从人的性格上看出 看出一些东西吧 其实他生平里好像 对主要我就说这两个 那我刚才简单的这几个事儿说完了 就那把话题转给高高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和结构 以及里边一些比较关键的人物 我来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一个主线情节 这本书其实他描写的时间 大概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墨西哥的基督战争期间 在那段时间呢 天主教在墨西哥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当然他不是所有的州都是这样 我们在小说里也看到他会有一两个州是严格执行禁令的 这个禁令呢就是所有的神父 你要么呢就是听从国家的安排 这个脱离你的教会 然后找一个女人结婚 换取国家的养老金 然后要么呢你就逃离这个国家 逃离墨西哥 要么你就会被国家追杀 所以我们的主角呢 可以视为是两个人 一个主角是绝对的主角 就是一个酗酒的神父 另外一个呢就是追杀他的宗位 我们这位神父呢 从始至终在小说里其实是没有名字的 他我们别人叫他威斯基神父 那其实就暗喊了他是有一些酒饮的 那酒饮在天主教 酗酒在天主教是绝对的有罪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主角其实他一直都背负着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就是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是无法上天堂的 因为他不仅仅酗酒 其实他还有一个私生命 那在这个他逃亡的过程中 我们把我们可以把这本小说 看成一本流亡小说 或者说叫逃亡小说 他其实就是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杀 然后一路颠沛流离想跑到 好像是他想跑到美国去吧 就是逃出墨西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他又受到自己使命的召唤 最终面临就是直面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故事的主角是从一个乡村小镇开始的 然后我们可以跟随他穿越整个墨西哥的一个叫塔巴斯科州 这个州就是天主教禁定绝对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州 但是在他逃亡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主角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他其实还在竭尽所能的去为逃亡过程中的人民提供这种宗教服务 当然在此期间他也面临了很多他自身的问题 其实我们的主角是一个有着自我毁灭的这种倾向 又有一点点懦弱 然后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忏悔 可是他又很有尊严 又对 我想说他对天主教其实是带有某种怀疑 但是又同时绝对的信仰 就是这种很交织很复杂的这个情绪结合在一起 然后在整个逃亡过程中 他不仅要面临来自于中卫的这种围剿 而且我们要知道中卫的围剿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他为了抓住我们这名神父 他每到一个村子都会在当地的村子里选出一个人质 然后让村子里的人说出神父的下落 如果说不出来这个人质就要面临着被杀死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其中有三位人质因为我们这名神父而死亡 所以中卫也是一个非常 我们可以叫他很残忍 但是中卫也有自己的信仰 他的信仰就是要铲除掉天主教在墨西哥人民中的影响 他有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说叫做信仰主张 当然最后当他面对他追踪的对象 我们这名神父的时候 中卫其实他内心也产生了某种变动 他会跟我们的神父说其实我并不讨厌你 我只是讨厌你所服务的宗教 这是其中的一个大概的故事 那在神父逃亡的过程中呢 其实他会不停的遇到一些人物 那在这些人物中呢 我觉得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个呢就是他的情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叫做情啊 其实就是他教区的一个农妇 那这个农妇呢跟他有了一夜之欢 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让我们的神父在整个逃亡过程中的 他的心情就是他的整个信仰 或者说他的心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面对这个女孩 这个女孩其实他当 这个女孩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天使一样的女孩 他其实带有成人的脚鞋 然后还有一些很世俗的层面 但是当我们的神父面对自己这个私生女的时候 他的那种愿意为了这个女孩 放自己的上天堂的机会 哪怕下地狱也要换取这个女孩一生的幸福 这种一种父亲的这种心情 我觉得是描写的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个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类似于宗教故事中的尤大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混血儿 他是一个完全一名不文的人 那当他发现这个神父的身份以后 他为了换取酬金 一次又一次的出卖了神父 当然神父最后也是因为这个混血儿的出卖 最终走这样的死亡的道路 但是这种死亡并不仅仅是因为出卖 也是神父的这种所选择 所以其实故事是很细碎的 因为他流亡的路程是很长的 他会遇到不同的人 那在这个细碎的这个故事情节中 其实我们是跟随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一场 从逃离逃离死亡 到面对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是我们的主人公从 坚定不移的信仰 信仰那个天主教 到怀疑天主教 到最后又回归他的信仰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具体再细的细节是 其实是需要大家自己取的 然后因为这本小说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或者说我认为是它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像雨林说的那样 它不是一个就是情节多么跌宕起伏 像间谍小说那样子的一个一本小说 就是但是它的优美之处是在于 它是以一种电影化的视角引导我们读者去走入神父心灵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在阅读的过程中 你完全可以在脑中构像 就是设置出一幅又一幅的电影画面 它是一种第三视角的 然后它是一种超越了人物故事本身之外的那种描写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读这本书 读这个文字去体会这个作者带给我们的这种心灵上的震撼 我好奇想刚刚再补充一点点的 就是你提到了老百姓 就是他就是这个神父在逃亡过程中还在做弥撒 然后你能讲一讲就是说 因为我在刚开始读这个的时候 我对它的历史背景是不清楚的 我也不觉得作者有预设说 他的读者在一百年后还需要知道这个历史背景 我在读的 所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背景中有一场政治运动 对吧 它有一点像1984或者是怎么样 美丽新世界一样的运动 那在这个运动中 墨西哥的就是说它的上层 然后执行者 就是你说的这个是中校是吗 还是中卫 中卫 中卫 然后以及底层人民 他们是怎么 就是在作者的笔下 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态度是怎么折射出来的呢 你能讲一下吗 OK 我们在这本书中读到的就是统治阶级对于宗教 对于天主教其实是有着非常严苛的那种斩尽杀绝的这种决心 或者说这种感觉 但是呢底层的老百姓 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几类人啊 一类呢就是完全无所谓 就是你有没有天主教可能对他们来说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那另外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半信半疑 他们可能之前是宗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习惯了去神父的面前忏悔 然后他们认为通过忏悔自己的罪就会得到宽恕 然后最终可以上到天堂 那如果没有了这种忏悔 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中缺少了点什么 但是这种缺少也不是致命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绝对的宗教信徒了 我们在这本小说里也可以看到 这种绝对的宗教信徒通常还是女人 通常基本上都是女人啊 好像男人很少有有有 在这本小说里好像是没有的 神父本人呢 我觉得神父本人都没有特别的坚决 其实这其中最坚决的就是两个母 一个是未婚的大龄的这个女人 另外一个是一位母亲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分为这三类 那我想中卫可能就是第一类了 就是或者说中卫其实是统治阶级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第一类呢 我觉得可能有点像这本小说 第一开始出现的那个牙科医生 他其实是一个英国人了 然后最后他来到那个墨西哥来从事治牙 做牙医的这个工作 宗教在他的生活中就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 那虽然他的妻子是一个是一个教徒啊 然后另外第二类人物的代表呢 就是大部分农户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父在逃亡的过程中 去从事宗教服务的那一群人 他们呢 他们对于神父的态度呢 其实是蛮微妙的 一方面呢 他们特别希望神父来为他们做忏悔 或者说为他们出生的孩子去做洗礼 但是另外他们又觉得神父的到来 可能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危险 因为毕竟意味着有人要被拉出去 作为人质处理掉 所以呢 他们就会很慌忙的让神父为他们提供宗教服务 然后又把他给赶跑 就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没有人出卖他 对吧 你可以想想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 对对没有人出卖他 出卖他的人是那个 我说的有点类似于犹大的那个混血儿 那个人是为了钱 他为了酬金要出卖他 因为他对神父说 这个酬金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能够换去好多东西 那第三类就是我说的这个绝对的宗教的狂热分子 其中有讲到我们的神父在被灌到监狱里 然后那个监狱里还有很多人 他旁边有一个女信徒 这个女信徒跟他有一段对话 因为这个女信徒坚真的这种信仰 然后他驳斥我们的神父不是一个 不是这个 不是就是他觉得他完全不够格去做神父等等 但是他也没有出卖他 明白 大概就是这样 那雨林你来就是给大家讲一讲 这本小说的就是风格和你的阅读感受 但是在这个之前 你可不可以补充一个小问题 就是和高高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高高说 把中卫形容为统治阶层 我觉得其实中卫是一个办事员 在小说里中卫是有一个上司的 对吧 然后 对有一个局长 对是有一个局长 然后还有一些好像跟什么神长有关的卖酒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更上层的统治阶级的态度是 和中卫是有点不一样的 雨林有印象吗 就是他们的给你的印象 我有印象不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番 你要不要先把这个反天主教运动 我可以说一下 大家讲一下 对 要不然直接说文学有点模糊 你把这个运动给大家讲一下 就其实虽然我说我读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是我后来做了一些功课 就我觉得你不一定需要知道 但是呢 你可能对任何政治运动有一点概念 你都可以带入的 对吧 所以我也可以很自然的带入 20世纪其他的运动 那这个他叫 这个好像在历史上是 中文是叫反教权主义 我觉得他的这个字 用词还是比较考究的 他不仅是这一类思潮 他是教权 英文叫anti clerical 就是他反对的是这些神父 他并不是 就是反的人并没有直接的高喊 说我要灭绝宗教 因为这个一下就成了一种 种族灭绝的这种行为了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 其实在可能过去500年 都一直都有 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拿破仑在革命的时候 就把这个宗教 几乎是像我们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样的 是废除的这个状态 但是读这一本小说 你很容易对天主教 有一种就是同情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我就想问墨西哥 对 为什么发生这个运动 对对对 我还是 他还是和欧洲有很强的关系 就是说 如果 我是想让大家先有一个 如果我们今天去看 比如说伊朗啊 或者是 就是这种 伊斯兰教有一些原教旨国家 和现在的基督教国家的 对宗教态度的区别 一个就是说 你在就是伊朗啊 或者是沙特这些国家 你能看到 它不一定是政教分离的 它的政教是统一的国家 那以前的欧洲也是的 然后 所以反教权主义的 在几百年的运动里 一个达到的目的是 就让政教分离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 在 今天的一些少部分伊斯兰国家 也不一定是少部分嘛 很多伊斯兰国家 在很多民事诉讼上的 法律的这个仲裁权 比如说婚姻啊 这些 这些案子上面 其实还是用沙瑞阿罗 用这个伊斯兰法律的 那以前 就是跟人的生老病死相关的事情 也是包括教育 也是天主教 或者是教体 教会说了算的 那我们今天的 其实很多所谓的 世俗化的成果 是跟这个 反教权运动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 生活在一个 反教权运动 取得了很大胜利之后 但是这本小说 回看的 就是在运动之中的 这个墨西哥的事情 就是在20年代到30年代 墨西哥呢 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情况 里边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的白人 是一类统治阶层 然后这一部分人在 在19世纪的就是 独立运动之后 他们很多人就离开了 但是留下来的人 有一类是在南美出生的白人 然后教会是一类人 还有我们说的混血是一类人 还有一类人是当年被白人运到南美来的黑人 他们又是一类人 所以我们这就可以数出 可能有五类 有一点大概能从肤色和政治经济地位来定义的族群 然后他们就是在 你想想他们曾经有 要和帝国主义 要搞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 然后搞完独立运动 然后可能又有一些 又要反对独裁的运动 因为一般来说独立运动完了 你上来一个这种共和政府 又会搞出独裁 然后他们可能就在这些不同运动里 宗教就是教会的站位 他不一定都能站在那个胜利一方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在墨西哥17年 好像是颁布了一个宪法 这个宪法颁布的时候 其实胜利方当时就是在之前的这个斗争中 教会的站位是站错了的 他站错位之后 他站在了相对独裁的那一方面还是怎么着 然后上来的人颁布的法律 其实就是开始大幅的削弱他们的权利 和他们的就是 其实就是他们的财产 以及他们的就是对于人民生活的 比如说在法律上 他们对婚姻的控制呀 对教育的控制呀等等 那我的这一个叙述你就能看出后 最开始说的就是说好像世俗化是一个正面的事情 我的刚才的叙述就把它放在不同的这些运动里 其实是一个站位的政治的这种解读 我觉得两种解读其实都是OK的 就会让这件事情显得没有特别正确和错误的 错误的一方面 那到了二三十年代 可能Gram Green去墨西哥的时候 那个时候爆发的所谓的这个 刚才高高讲的叫Christio这个战争 这其实就是支持教会的 比支持教会的农民起义的这些人吧 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斗争 然后在三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他们也是肯定是受苏联的影响 他们也有这种社会主义的运动 当时有一个六年计划 然后在这个六年计划里 他们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 第一就是限制神职人员的人数 第二是把所有的教育 就是小学和初中的教育 完全规划到了政府的这个统治 政府的权利下面 可能就是废除了教会学校的存在吧 然后在之外 还有一在这段时间 还有很多就是对天主教的人的限制 比如说神职人员 你能不能穿你只能在教堂里穿着你的袍子 你出去是不能以你的身份显示了 然后或者说 你关于国家就是墨西哥宗教法律 对于宗教限制 你是如果判定你有罪 你是没有办法上诉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限制 我刚才对大家的反应 就是不同层次的反应有关 我相信在历史中 他也是有群众基础的 就是说想做世俗化和反 反教权主义的 我觉得甚至是有更大群众基础的 因为要不然他不会成为了一个 就是过去这么两三百年的一个 主流的一个这个运动嘛 但是在这部小说里 好像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人都是 不能说是同情宗教吧 起码是没有特别的积极的 就是好像很积极的在反对宗教的 就只有中卫这么一个人 但我觉得在现实中 这个情况应该是更加复杂一点的 OK回到雨林 我刚刚就是随着一番的讲解 就重新温习了一下这段历史 确实是还相当挺复杂的 对但一番就是概括的那些点 都是挺重要的 因为他里头其实 比如这个中卫的思想里 他可能有共产主义 有无神论 还有共激会 这种这些 这些就混杂的一些思想 他们 然后我是刚查的 这个不是说我一来就知道 我也是一番一讲 我就查了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法 就这个卡列斯法 好像是很严苛 很严苛的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严苛 但是因为就像那个后面 我就把它当成文革的时候 逼和尚还俗 这么去想这个运动 其实就是一个这么 就是一个这么样子的运动 就它不是一个 也就是说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 不是什么特别奇特的 只有我们才有的 这个事情就是 真的就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 就在各地都存在 对因为这就是有一个基督战争 我查这篇文章里写的 就26年开始 中西部 可能就为主战场 就给反政府战争掀起了 所以后面它就 引起了政府的一个大的 就是说 镇压 然后 他们就开始 大的 一直到40年代 都在 镇压这些 神父和这个 对 可能其实这个东西 都很难说 这个事情完结了 因为还有一个 复杂的点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是个 很强势的大国 在墨西哥的这个北边 然后 天主教 在美国也是很有势力的 然后就是耶稣教 耶稣会在美国 也是很有势力的 他们也一直在美国的 国内这个层面 通过他们的报纸和杂志 揭露这个 卡耶稣这个法律 和他们 其实他们在 就是说墨西哥 现在要搞 要搞种族灭绝了 要把我们 天主教的人都逼死 然后 一定要让美国政府介入 其实这个事情 也在国际政治上 产生了一些影响 甚至对于 当时我不知道是 罗斯福啊 还是威尔逊 这些比较有名的总统 对他们的 就是竞选纲 也有一些介入 最后他们的和解 也是美国出来调停的 美国人弄的 对 对 美国人在 门罗 搞了一个调停 然后29年 就终于又敲响了 战争的这个 战争的这个 不不不 对不起 敲响了教堂的钟声 不是战争的钟声 宗教战争的钟声 说错了 说错了 29年结束了 26年开始打 29年就结束了 以后有很多戏剧性的 对 可能也是美国人的报道 就是怎么行刑 然后这个神父 著名的被杀死神父 怎么一路给他们的 行刑的士兵 做画十字 念玫瑰字 嗯嗯嗯 对之类的 还有照片 对 总之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他38年 这个 Graham 他去了这个 墨西哥 做了一个考察 当时发生 就中西部吧 最严重的地方 然后做了一个考察 你刚才的问题 上补充什么 就是讲一讲 就是 作者的写作风格 和你 你阅读的时候的感觉 不 你刚才补充了一个问题 我补充的问题是 就是 我觉得中卫 他只是中层干部 我是想说 统治阶级 在这本在作者笔下流露出来的 对这个运动的态度 嗯 我觉得是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描绘的这个年代 我觉得他描绘的年代 有点近晚期了 这个战争 是吧 因为好像该杀的都杀了 然后该逃的也都逃完了 这属于一个漏网的神父 对 其实因为我没 因为我并没有觉得 这个小说有特别强的说 我就是在写这个 时期的这个战争 或者是这个运动 他的适用性 起码今天我读起来 觉得是挺广的 他可以重复发生的 我觉得还是 还是很基于这个 你还是觉得是基于这个 对对对 因为因为 因为今天你很难发生 一个神父那么害怕的 被追杀情况了 对 全 或那么长时段的 就这个还是很难发生了 就在墨西哥不会发生 在别的地方会发生 对吧 就我的意思是 但是不会那么长 对 不会那么长 很快就抓住你了 对 就是今天 今天他不是一个同样的 就是因为他 他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 不会有这种戏剧性的条件了 就是那么漫长的 就是到死不活的一场追杀 对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没有 可能很少这种戏剧性的条件了 也难说 但就是我还是挺强烈的 特别是那种难美的 雨季啊 什么这种感觉 就是你说的那点 就是他其实 我觉得到了这场东西 这场运动的末期了 就是这些 这个权力结构的当中 很多人已经 因为大多数人 他其实是对 对近乎于信仰的东西 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那么大的执着的 他就是被 现在就是觉得很麻烦啊 就是就弄都弄完了 该跑都跑了 还有该该结 被逼着结婚 也都结婚了 都已经 就剩下一两个人 还要干嘛 就是还要去 而且雨季也快到了 所以那个局长 其实是跟中卫有矛盾的 那个局长是 意思就是 那局长不愿意口头承诺 这个事情 你们发现了 他跟中卫有一个微妙的对话 他很害怕承担 这种杀人的责任 其实 对吧 因为他这种 每过一个村 如果这个村供不出来 他就杀 杀一个人 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 其实那个局长 并不想这么做 这个中卫 他是一个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可能有 就刚刚我卡查 有那种共济会的那种 那种气质 就是他有一个 他的也是 其实就是 近乎于信仰的东西 对 我觉得他 也是一个信仰 他是比教徒 更像教徒的一个人 虽然他信奉的宗教 未必是天主教 但是他身上有浓重的 清教徒的色彩 比如说 我们看了小说中 对他服装的描写 他的制服 总是穿得非常笔定 然后 他在跟神父对话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希望小孩子都到学校去读书 然后学习科学 然后用科学来改变这个国家 就等等 包括他最终 就我的解读里 我甚至觉得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是不是被神父 给性侵过之类的 然后 就 他可能是受过 受到过宗教的某种伤害 但是小时候中没有明确的 有说他被刑警的这件事 对 就没有那么具体 但是 他的小时候肯定 他是很熟悉宗教的 对吧 但是 他某一件事情上 他发生了一个转变 他一下就 转变成为了 无神论的 然后进步的思想 德先生 赛先生 其实小说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一些边边角角 曾经写过 在基督教 在天主教 在西班牙 在墨西哥非常盛行的时候 人们都会把钱捐给教会 然后教会用他来盖教堂 然后那些真正穷苦的人 其实得不到 教会的任何支持 然后教会的人 反而会跟那些 真正受苦受难的穷人们说 那你现在所有经受的苦难 都是必须经历的是 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 你受的苦越重 你未来升上天堂的机会就越大 其实有很长的 就是有很多关于这些苦难的 这个苦难是不是一种荣誉的 这样的一个描写 当然我们这个中卫 其实对此是不以为然的 他认为现实的苦难 是无法变成来世的幸福的 现实的苦难就是苦难 所以他要解决 这是现实的苦难问题 所以他对宗教的某种痛恨 也是在于此的 我感觉是这样 他后来变态了 就是说现实的苦难 对对 这个我觉得刚刚说都对 但是因为人到了一个境地 就他变成一个极端的境地的时候 他其实给人类增加了很多苦难 给穷苦人 对吧 他其实增加的苦难 对吧 他杀人甚至他杀的都是苦人 他杀的没有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杀几个 对吧 所以说 所以说其实他 我觉得他 他是易化成一种权力的工具 或者是工具化的一个 被工具化的一个人了 反而这个 反而就是说 当你对一个意识形态 或者权力就特别纯粹的 进化成信仰的时候 你就容易变成就这种工具化的 就失去人性 就相反于 你看那个神父是一个不地道的神父 那个神父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就是说 完全是教会很腐败的 这个教会的腐败那边 说的倒是对的 也是对的 教会就特别天主教会 就是从很久以来 他这个腐败和 就是说 内部的这种 交涉淫逸 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一直是一个问题 这都是复杂的问题啊 但是 但是这个神父呢 他你就发现 为什么他有一种力量 就是他 关于人性的东西 就越来越浓在他身上 就突破了 就是他 其实突破了他这 就是你刚刚一番做的区分很重要 就是clerical 就是教会机制的这一套东西 但并不是 他并不是突破了宗教思想 他其实还是沿着宗教的 最本质的这个思想 在想事 比如说罪 救赎 然后什么是罪 什么是救赎 什么是罪 什么是纯洁 就之类之类的 就是说 怎么才能够得到救赎 这些基本的宗教思想 他是一直在他 这个整个逃亡的过程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线索和驱动力吧 他已经超越了某种权力机制 因为天主教会有权力机制 超越了这个权力机制 和这个天主教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种 条框的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很矛盾的 他像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不承认你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 你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的话 你就得不到救赎 就他有很复杂的一个悖论在 不是不承认 而是你甚至你真正没有犯过 人性堕落的罪的话 你可能并不能体验救赎 所以他里面有 我先证明一下 那个酗酒可能不是天主教最大的罪 因为天主教都喝酒 清教可能不让喝酒 所以说这个政府是 这一头是绝对敬酒的 其实天主教的那个 当然酗酒很不鼓励酗酒啊 有天主教要喝葡萄酒是耶稣的血 所以说以前修道院酿酒啊什么 所以他一直说 这个整个书他就说我要喝葡萄酒 我就是想喝葡萄酒 但是就是拿不到葡萄酒 经常是就给他白兰地啊 给他温西啊 他是想拿葡萄酒来做弥撒用的 嗯 不是 也不是其实他想喝的也是想喝葡萄酒 有一段他不给人去买酒吗 对对对 他其实是以 他不能说我要买酒来做弥撒 他要以一个酗酒 酗酒者的身份来买酒 但是他买酒是为了他做弥撒的 就是地下 在地下教会做弥撒用的 我的解读是这样的 是吗 嗯对对对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不是的不是 因为他不是一直在做 他不是在这些村子里都需要做宗教仪式吗 所以他做宗教仪式的时候 但他没给别人 他舍不得把葡萄酒给那些人喝 会的会的会的 他没有他没有描述出来 但是这个东西是他如果要做一个完整的弥撒的话 是他的那个面包和酒的是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他没有真正的酒 他做的那个东西是不到位的 就是这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英国人喜欢天主教 是觉得他们做事情 就是这些道具和这些东西是一定要比较到位才行的 嗯对这个就再说吧 我可能就自己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酗酒 这是真的 是是是是 我们现在这一点上大争一致 对对他肯定酗酒 而且他自己是有酒精需求的 嗯 所以呢 对然后酗酒 然后敬酒这一点这个事儿 特别是敬葡萄酒 是政府更那个 就在这个这个期间 是那一头更加那个就是去严格的 嗯 就比如什么威士忌是不是都都要被抄嘛 对啊 不是他就因为弄了那瓶威士忌 然后被被到处就是被抓了嘛 被抓了一次啊 就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他这些他这些问题 比如然后他去跟他的一个女教徒生了一个女儿 嗯 这些事儿就是这些事儿让他更接近了 我没有就他反而让他更接近了救赎 嗯 更接近了呃就是说神吧 嗯 在在里面说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他其实是他其实有一方面 他是很反感那种 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说呃上帝难道会宽恕这种由于习惯而假装出来的前程吗 嗯 他是很反感 比如监狱里碰到一女的 嗯 你记得吗 高高 就是那个那女的就是是怎么就特别的板 就是就是说你 像个教徒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很虚伪的 就是很伟伟 就像莫里埃写的那个伟君子那样 就是那种很虚伪的那种 其实由于习惯 就是由于习惯 由于一些便利性 就是觉得啊 就好像我讲 我这样稍微装一下前程 我道德上就受到诱惑了 我就自然道德上有优势了 这个其实是大家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在生活当中 嗯 就是各种理由 嗯 嗯 没有怀疑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容易这样 就因为哎 我我我我现在需要这个了 我站在那这个一头我容易了 那那个情况一变了 他要站在那一头又容易了 所以这个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他特别反感这些 然后他后来还反感到 后面还有一个人也是一样的 他就觉得这个人 真的是 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道德 这是他的道德洁癖啊 然后我觉得他 呃对不起啊 我就我我插一下 我觉得这个确实中卫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然后因为我们在聊到这个事情 刚才也提到 我没说中卫 哦你不是 哦神父 哦说的是神父 哦OK 神父特别反感 我说的是 你说神父特别反感 哦 对 神父特别反感 嗯 好奇怪 不是就是说 我补充一下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神父不是反感 他是 他非常反感 其实他的描写是在于 他在那个逃亡的过程中 他不是还在做这个宗教活动吗 然后有很多 呃老百姓去向他忏悔 然后就说的都是些非常琐碎的 所谓的罪啊 嗯 包括比如说跟人通奸啊 或者或者做什么 然后他听着听着 他就会不耐烦 愤怒 然后就像雨林说的 就觉得你们说的这些东西 啊 你们今天跟我忏悔完了 然后明天你们该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 我觉得你们通过每次忏悔都离上帝更近了 就是 不是 神父想的是 他的内心是这样的 因为他在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给这些人做做来当神父 做宗教仪式 所以他会觉得我不值 他会对自己 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这些那么俗的人 忏悔的那么不值一提的事情 他他是对人类的这种 俗不可耐 有在发表一种感叹 他就说你们 你们忏悔的这些事情 几百年几千年 大家早就没有任何心意啊 就是你们 做恶都做 做恶不出 对 他觉得你都没有心意的 所以我觉得他更多的是 也是一个就是说神职人员会 就是特别是要去做圣徒的这些 要去当劣士的人 他会 他才会有的想法 就是我值不值得为你们当劣士 为这个主义当劣士 就是说我拿这个主义 非常的当真 把生命都搭上了 但是你们其实 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说 只是一个习惯 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他是在这方面有 有怀疑吧 对 他就是 比如说他反复写到 他在监狱里碰到那个人 他很恶心 那个人是相当反感的 比如他 每当他自己 他自己在小镇上 就是又被习惯 恢复了一种 有点骄傲的 就是那种假不假式的 神父固态时候 他就自责自己 他说 他说天主能够宽恕 只是出于习惯 而有意表现的虔诚吗 他想起监狱里 遇见那个女教徒 要想改变他那种 洋洋自得的心态 几乎是不可能的 神父觉得自己 此时同这位女信徒 也是一类人 他把白兰迪一口咽下 像在吞饮自己 被打入地狱的惩罚 所以他是相当反感的那种 你看他说 天主的恩典 会像一道闪电 集中他邪恶的心肠 但是习惯养成的虔诚 却把一切都排斥掉 只剩下玩倒 教派善会会议和谦卑的嘴唇 在你戴着白手套的手背上的亲吻 他是相当恶心那个东西的 这个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重要的 这就是他 这个存在这个神父不太一样的地方 如果他不恶心这个东西 他就不可能从那个镇上转身回去 因为那个镇满足了 他重新回到那套 以礼仪啊 被人就是说 被这些假不假式的 就是假不假式 就是信仰庸俗的人 这个围绕啊 这种东西 我记得有一句写特别好 他说习惯像石膏一样 就把我又封起来 把我又重新塑造一下 就脖子又抬起来了 所以他其实是 他如果没有这一层的 就是说特别有利的一个 自己的自己的一个反击的话 他不会转身又回到 又往那个逃犯那去走 因为他在监狱里 那天晚上 我觉得写得特别好 那天晚上气氛写得特别好 就是他就 我觉得他 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就是 罪和宽恕的关系 对 罪和宽恕关系 就是这个罪 就是很 特别复杂又深刻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不真正的深入罪 你就得不到真正的宽恕 就是你如果你只是 停留在虚伪的 我还原一下那个情景 大概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监狱那一夜 对于他的神父的一生来说 很重要 那个监狱里有 关了非常多的人 人挨人 人挤人 可能大家都坐不下 然后他勉强地挤在了一个老头身边 那个老头就已经快 像要死的状态 然后神志不清 一直跟他讲自己的女儿 但其实他也说不清 他的女儿到底遭受了什么 总之就是一个非常受苦受难的一个形象 那同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就是女教徒 这位女教徒是因为坚定的信仰天主教 而被抓进监狱里的 他同时在监狱的另外一端 遥远的那一侧 有一男一女在偷欢 他们的声音 对 非常大 响�了整个这个空间 然后那种压抑不住的欢喜 然后在这种环境下 其实神父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一方面是女教徒叙叙叨叨地 在不停地在他耳边说着 天主教的教义呀等等 各种各样的规定呀 或者说他对宗教的信仰是如何虔诚 另外一方面是这老人那种身影声 那种痛苦和那种不知该如何得到解脱 对一种痛苦的幻觉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人性的欢愉 我觉得这三种景象 在他心中产生了很强大的冲突和冲撞 其实在那一夜之后 他从监狱走出来 他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处死了 可是因为诸位没有发现 他就是那个逃亡的神父 反而给了他钱让他离开 所以他其实等于一个人的心灵 遭受了极大的震荡 那在这次震荡中 他又开始了一小段的流亡 在这个流亡的途中 他慢慢地找寻到了自己人性中 我不觉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教 而是他找到了他自己面对他的宗教的时候 那种散绕的人性光辉的道路 其实还有一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当他逃到边境小镇以后 他发现了接纳他的或救济他的 是一对德义兄妹 德义兄妹是信仰新教的 就是基督教 然后他看到了德义兄妹的圣经 他整个人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那个圣经很 不像他的天主教的圣经 那么华丽 那么庄重 他们的圣经就是一本小册子 功能性的而且 对很功能性 下面有目录 你如果有犯了什么罪 你就去看这一页 你如果想解决什么问题 你就去看那一页 对 特别美 对对对 但是那一对兄妹又很善良 他们不认可神父的信仰方式 但是他们也能够理解他 并且帮助他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神父的觉醒 或者说神父能够从容的最后 面对死亡 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在整个过程中 他的那种矛盾的心态的交织下 他最后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救赎之路 我认识这样 对 他就是 我觉得很迷人的一点 就是 其实他里面 他内部 这个故事虽然不是说像 一些侦破小说 但他其实内部的张力 还是特别大 心理张力 因为很多次 比如在村子里 也遭遇警察了 对吧 其实你也知道那种心态 他已经很累了 就是自己一个人走 吃不好 然后就是 没有 因为他酒精上瘾 酗酒 没有酒精 然后已经 人到那个边缘的时候 你就想 哎呀 抓了我算了 对吧 他就会说 这事赶紧结束了 就是他就在那个边上 就写 那个心理张力 写得特别好 然后警察来了 问那些村民 然后他那个情人和孩子 又给 他每次都以为 OK That's the end 就是说 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抓了算了 我再也不要这么紧绷着 去逃亡了 但是每次 他几乎都有点失望 那个写得特别好 就是他每次都有点失望 哎又没 就是命运 他就老把他归为天主的 就是上帝 又让他继续去走上这个逃亡之路 在村里发生了一次 然后在监狱里也发生了一次 对吧 那个混血儿在里面 已经指认了他 但混血儿由于想在监狱混冲喝 又没一下子 又没揭露他 然后中尉又没认出来 把他给放了 他又觉得 哎 又得开始了 然后他就 其实他很多次都在想说 那个特别真实 就已经接近那个边缘了 就是 算了吧 我就 我实在没有力气 我太累了 没别的原因 就是我就想 躺倒 抓了我 带我走吧 我不想再 死了算了 那种心态 然后还有一个 也许特别好 就是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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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个时段 太长了 所以你不管在任何 危险或者艰难的地方 当你深入你自己 心 内心的时候 你就有时候还是觉得 就你的心会 情不尽的觉得 很美好 很轻松 他走着走着会特别 就会让他想笑 我觉得还有那个 他最后一次被抓住 那个红山君在追他 那个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特别可以认可 就是他在满城已经追他了 也就是说他马上要被抓住 因为那个威士忌被发现了 他跑着跑着 他就会想笑 我觉得那个写的太妙了 就我特别理解那种心态 就是他觉得 就可能很滑稽 就就自己这一路 就是然后就突然陷入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他写的好的地方 就不可以替代 他就我没法用 再用解释的文字 来替代那种场景化 就是在就是马上 他就要被抓住了 可能就是要死了 但是他在跑的时候会想笑 就是老师 还有一个比较幽默的点 就是他最后一幕 被抓住的时候 其实他是睁着眼睛 走进了陷阱的时候 然后别人那个中卫说 要把你带回首都审判 他其实以为就地正罚就完了 然后一想起 他说还要走那么远 他又觉得好像 对是 不就是说 整个很其实是很艰难的 很有张力 然后我觉得他从来也就没有 他从来没有那么勇敢过 就是他一直到最后 他还是挺怕那 挺怕 挺害怕的 对 这个也特别好 这个也写的特别好 就是从来没有 他从来没有说 誓死如归呀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 有了天主教信仰 我就那个觉得 这个我觉得也写的特别好 然后最后 最后那个 调回那个视角 我觉得特别妙 对吧 因为你最后要写他 最后就调回那个牙医的视角 特别好 就牙医在楼上 给那局长修他那个牙 然后从窗口 看见一个又小又 又小又肥的人 搞出来就 反正几枪弄死了 这个简直太好了 就因为你要怎么写 都俗其他的方式 对吧 其他简直就很容易俗 然后你又很 就想不太清楚怎么 对 你又很容易被陷到 要去写 要去正面写 他这个套路当中去 所以他这个形成 他的各种 大家也解读过这段文 就各种绕回来的视角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牙医那段 你在前面读 有点就是没耐心 觉得怎么这个人 没多大关系的 慢慢求求慢慢求求 一直在写牙医 但后来他又回来了 我想说一个点 就是我对这个牧师的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批评 也不是最小说的批评 但是是我对他的一个描述 就是我 其实这个牧师 最后能走出这一步 在第一幕的 可能前两页就 我就看出来了 因为这个牧师 当时拿了一张船票 他在牙医这等船 问他有没有酒 他当时就可以立刻上船就走 但是 进来了一个小孩 说他妈快死了 对 然后有没有医生 对吧 那个时候他就知道 自己就赶不上这个船 因为他问了一下 要四五个钟头才过去 然后他也很 他其实是逃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跟牙医的对话 他说还有人才刚刚被处决 对吧 才问到 所以他在那个 那一个时刻 他的选择就是 不是向生而是向死的 就是向着天主去的 而且就是一种 就是只要有人对我说 需要我去给他们 做什么忏悔啊 超度啊 或者是要做法啊 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不能拒绝的 就是他的 这一方面 你也可以说是某种习惯 因为这种天主教的神父 在他们那个地方 可能你就是小学的时候 就像小喇嘛一样的去 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就一切又特别合理 就是说他就会去选这个 但是他的不合理 就是大部分神父 确实都还俗了 但是他是可以 就是说他是 就是又红又专到 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然后在小说中 一个一次一次的场景 他其实做的都是 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他和那个 最后出卖他的混血的对话 那个混血说 我知道你是神父 对吧 而且就是他们就是 那个窗户只没有捅破 那个那个混血人还跟他说 我只要对你说一句话 就可以发现 你是不是神父 就是我只要我对你说 请听请听我的忏悔 你就没有办法拒绝我 对吧 然后那个时候 神父本身内心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知道 他确实没有办法拒绝他 就我我我刚才就是回到我最开始想说 就是这个神父的人设和他的 他的价值取向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从一开始就就是这样 然后和他相对的 就是说 他的我觉得神父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哲学家 他也没有 虽然他会对 他也没有特别 也不是一个特别就是知识分子的 在考虑自己的事情 在我看来 他还真的就是一种习惯 就是一个很简单朴素的习惯 就是他对自己的认知 就是我就是神父 这个我就是要对上帝负责 我就是 因为我有罪 甚至是 尤其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罪 所以他要 更要去当一个 在他竭尽所能当一个好的神父 然后和他相对的那个中卫 有一段话 就是说这个中卫 当时和一个小男孩 看着他的枪好玩 这个中卫就说 他们兴趣盎然的揣息着 这就是他说那群当地小孩 他站在那里 手放在枪套上 看着那双棕色的 充满耐心的眼睛 他就是为了这些人而战 就是中卫说 我是为了这些孩子们而战 要从他们的童年中 消除使他痛苦的一切 消除所有的贫穷 迷信和腐败的东西 他们应该得到的是真理 一个空旷的宇宙 和一个冷却的世界 以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 获得幸福的权利 为了他们的利益 他准备进行一场大屠杀 首先是教会 然后是外国人 然后是政治家 甚至他自己的上司 一天也得离开 他想和他们一起 在沙漠中 沙漠中重新开始这个世界 其实这段话有点 回到了 最开始我就是说 其实也许真的就是这种 中卫这种红卫兵 他才是统治阶级 他才是未来的统治阶级 他的上司也是会被他 最终推翻的人 然后我也是从这段话中看到 就是说他说他要让孩子们 把他童年中消除 使他们痛苦的一切 就可能这个中卫确实是有一些童年 很强的童年阴影的 然后就是作者加入的这段话 肯定是中卫不会去想的 就是说孩子们应该得到的真理是 这是一个空旷的宇宙 和一个在冷却的世界 你们可以以任何方式去选择获得幸福的权利 但是这里他讲的幸福 就和神父追求的幸福 是完全不一样的嘛 对吧 就是这个中卫想让他们拥有的幸福 是就是填饱肚子的幸福 对 我就对 我同意你的大部分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神父 他还确实不仅仅是 因为如果他逃走了 他仍然可以继续做神父啊 仍然可以为人就是听人忏悔 然后做更多为教会做更多贡献 为他的信仰做更长久的贡献 因为我觉得他还是 这个就是你内心里有一感称 就是当你有对错的时候 你心里会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就像那个一直被嘲笑的还俗了的那个神父 他的心里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但我觉得逃走在另外一地方做神父 不能说是错 对吧 就是如果还俗可能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主角的内心里 他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就你作为第三者 你可能不会道德判断他 甚至美国的教会会欢迎他 我觉得不能这么现实的来说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迷人就在 这个地方是一个酗酒的人 他就像高高说 他是有 他有向死冲动的 有这种 他是有微小变态的 每个人都不 他很迷人就在一点 他并不是 如果他真的是 我信仰天主教 所以我负义 我舍身负义 那就他就没有魅力了 在我眼里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一直都很怕 最后他还怕 而且他就是 他其实一直 就是因为他深刻的在想超越 天主教教条的这么一些东西 比如说 所以你是想说 烈士是有虚荣的一面的 来补偿他的 他的其他方面的短处 他的罪恶感啊 或者什么 他就有点想通过这个超越 通过 我虚荣可能说的有点重 但是他们的教育中是一直都是知道各种圣徒的故事的 对吧 因为那不见得 那要看 那要看 因为你确实他是有很多情况是可以走掉的 这个不一样 对 就如果你是 你是就是说上一秒钟敲门了已经 你就在家里了 那是一个情况 对吧 明白 那不一样 对 他是有太多机会可以走掉的 就像你就是 但是他的走掉 走掉并不是不易之举 完全不是 我不觉得说 教会或任何教条会说他走掉是不易之举 但是走掉就意味着 当时他 对不起 他比如说要给人做洗礼 那在天主教的 或者是最后那个美国的逃犯 要做最后的这个临终的忏悔 在他 在作为牧师看来 如果他走了 就没有人能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村子里的几百个小孩 就要 就没有办法上天堂 对吧 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 但是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 他就是他们获得救赎最后的防线和希望 所以他留下和走 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我还是觉得就是说 最后那个他知道是混血儿的一个轨迹 也不见得那人就一直要那个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为了要去救赎那个临终的人 因为那个人想忏悔 他没有办法拒绝 他就是觉得 那个人其实也没有 最后没有说明他到底想 想不想忏悔 那个人的给他了一个纸条 那个人带来了一个纸条 那个纸条的意思就让他觉得 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在他死前赶到 我他就是说 我就是我也在所不惜 就是在他的这个在所不惜里 是有一点变态 就是我可以理解你的这层意思 但是他的宗旨 确实是救人一命 慎造七级浮屠的 拯救一个灵魂 多一个是一个 我还是觉得他想死 对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是同时存在的心理因素 因素 因为他如果说 你说的那种逃走了 并不可耻 他是建立在一个 就是你会要说 那我放弃了一个人 我未来还可以救更多人 对吧 这个我们是觉得 是一个很成立的 你在这儿就救那个美国犯人 不如你逃到另外一个省 去救更多的人 那恰恰是很多你所说的 就是说真的是按照信仰形式的人 的一个抉择 我不觉得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现代的 这是一种很现代人的 功利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说我要最大化 我救赎人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在 可能更前现代的 或者是那种人 就是我碰到的 眼前的这个东西 就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未来 这样吧 我觉得 我这样说吧 就是说哪怕不是这个美国犯人 没有这些救赎的事 有死的机会 他也会去死 就是说因为 他这样思考的是 更多的是 我不是说他 我不是说他没有想救别人 或者他不是一个 本质上真的是 Sent一样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更多的思考的是 他自己的罪和救赎的问题 那他为什么不像 罪与罚一样的那个人跳河呢 那就自杀 那是更大的 那自杀就 完全就只能下地狱了 自杀天主教里是 酗酒其实不是 酗酒 就当然不鼓励酗酒 但酗酒是一个政府 当时政府更近 就是说那自杀 比这个酗酒啊 通奸呢 要严重多了 你自取自己的性命 那是一个 就是万劫不复的罪 在天主教里面 所以如果有别的 不是好多时候他都说吗 哎呀就把我抓了得了 就是我真的不想再 我觉得这不是说 非此即彼的心态 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心态是复杂的 一方面像雨林讲的 他这种求死的心态 有他感觉累 还有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认为通过死亡 这种赎罪行为 或这种 这种献祭型的行为 可以让他的 让即便他下地狱 也会为他的女儿 换来一生的幸福 他其实中间有讲过这样 他对上帝暗暗祈祷 那让我死去 让我下地狱 换回他 一生幸福无安 长命百岁之类之类的 另外这是很重要的一面 还有另外一面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神父两次转身 放弃逃跑 都是一个具体的人 面对即将死亡的时候 他为他进行超度 或者为他进行解脱 也就是说神父 我觉得他未必是说 他对他的宗教 有多么崇高的信仰 而是他那一刻 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 同时存在了 他希望他能通过 他的神性的行为 赋予一个人 人性上的这种解脱 就是 他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说不的人 他就是对于信众 没有办法说不 但也抱怨 但他又不能拒绝 然后这个说不后来 里面所蕴含的那个死的危险 是张宇玲看到的 他人性中 甚至会去追求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他已经 他觉得比较刺激的 这个我觉得 可能跟他这种相似 对 对他要有一种 就是说他 他我觉得他写的 就是 就是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真的人 就他也没有说那么勇敢 能够去自杀 他当有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又非常成立的时候 就那种条件 对他是非常有推动力的 诱惑是非常大的 对吧 既能够 既能够帮助一个 另外一个灵魂 然后 没准他自己 也就这样 就是说 我就感觉到 对 就是他 他反复在书中强调 就觉得他的罪 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告解 他也可能不会去 跟人告解这个事情 因为他这么爱 他那个女儿 对吧 他也不可能去 他不太想去告解 然后呢 他觉得他的罪 就是是一个 没有没有什么 但是同时 另外一面 他就觉得 因为犯了这个罪 因为第一次 就深入了一个罪 他反而更加纯净了 他反而有一种 另外的力量 就这个是很矛盾的 你说这个女儿吗 这个女儿有点 不不不 他自己 他自己 我们说这个女儿 这个女儿 这个这个 这个Green 就是Greenham 他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书里的孩子 都不怎么地 对 虽然有那个小女孩 帮助了他 但是他不会 他很好 他不会把孩子 写成那种天使一样 对吧 有一个去世的 印第安小 他都不怕 他写得很残酷 但是他在死之前 神父是有点 他没有办法忏悔 他不后悔有这个女儿 这么说吧 不后悔 对 这个是他最后 其实我觉得 就是他跟神的交流中 这一点是他 有可能愿意 为他下地狱的原因 就是因为 说实话 他如果真的能够 真心诚意的忏悔 生了这个私生女 那在这个 他们这个游戏规则里 他也是OK的 他也是可以得到宽恕的 但是他死之前没有 就是很深刻的来讲 他没有 能够真心诚意的忏悔 生了这个私生女 我觉得他明确表示 他没有为止 他无法 就是说他不觉得 他非常爱这个 对 这个罪的后果 我觉得对 这个就是他 他非常求死的原因 他最后自己要去处理的 一个很大的信仰危机吧 就是说他没有能够最后 忏悔他所有 真正书本上写的罪恶 因为酗酒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 他承认是他的弱点 他也应该忏悔 对吧 然后按理说 就是私生女这件事情 应该是同理可证的 但是在他和他的女儿 有了这个一面之缘之后 他真的没有办法 这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 所以整个书都在嫌弃那些 就是说假装虔诚 或假装那个假装的人 就是说 就是这个神父做一个代表 他就是真的是 面对了人性中 就是最大最大的 就是罪和救赎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又设计出一种 一种非常极端的一个结局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本书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 在英国的就是 天主教的头 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主教 是约谈了一下 这个Gram Green的 然后口述了一封 另外的一个红衣主教 还是一个什么 就是从意大利的一个人的信 其实就是说 你的这个里面 有一些东西是有点问题的 对 那就是你起码是暴露了 一些天主教的bug的 这个对作者来说 是非常大的褒奖了 所以这也是作者 一直不认为 自己是一个天主教作者 而认为自己的一些素材 是来自于天主教的这个文化 然后后来有 好像作者是有机会和教宗 是哪一个教宗 不记得了 可能是什么若望保罗六世之类的 然后有聊到这件事情 然后教宗说 是吗 是还有人批评过你 就是说我们这还有人批评过你吗 然后 那个Green就跟教宗 复述了这件事情 然后教宗就跟他说 这就是总会 你既然写这个话题 肯定会有人对你有意见 但是你不用在意这些事情 就有这么一个桥段 对 其实他深入的还是挺深的 就是关于罪的问题 而且他这个书名就是 实际上促使大家思考嘛 就什么是真正的权力 什么是真正的荣耀 就权力和荣耀之间的关系吧 就是是不是权力带来了荣耀 最后明显是中卫占了权力的上风 就是权力跟荣耀之间的关系吧 中卫后来很空洞啊 就是很空虚啊 他把所有的神父赶进杀学之后 有一点无所适从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本书还挺 大家是不是应该读一些 他原文的 我觉得我都是我们在讨论 就他的 我觉得他的语言 就是也许是诗性 或者是他经常转换视角 然后就是你 其实得一直动脑筋 才能 才能感觉出来 他有没有转换场景 或者说话的人是谁 他没有是谁谁谁说 谁谁谁说这种 然后 就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需要注意力比较集中的 然后我们刚才也有讲到 这本 这一本书其实被拍成电影的次数 就好像也有两次 至少 就是也可以找电影来看 那 我们有没有编辑推荐 高高 你看那个什么反腐的剧看完了吗 你现在在看什么 我有在看一个小孩种地 就是年轻人种地的综艺节目 就是完全忠诚的还原 十个少年 在一块土地上播种耕耘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别人种地 可能农耕民族的DNA觉醒了吧 这样 雨林有什么推荐吧 你那个节目叫什么呀 高高 种地吧 少年 OK 在哪里看呢 好像是爱奇艺 OK 雨林有什么推荐吗 我没有看什么 我这些看的书都太 因为在背课 在给 在背艺术史的课 所以都看得太艺术史的书了 有点 我觉得先不用推荐 我编辑推荐一个 我最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厨师长王刚 他去拜了一个卤菜的老师 一个陈老师 然后他们发的视频 就是这个陈老师 就是 就是教他做卤菜 然后你知道王刚做菜 我们觉得是很厉害的 对吧 他就一直被这个陈老师批 就觉得他又不会切菜了 又不会 什么都做不好 然后王刚就特别怂的在那 然后在那当当徒弟 也挺逗的 因为卤菜一直很有名嘛 但是最近几年又 又一直都不受待见 所以我觉得王刚选的这个点 也特别好 就是说一个川菜大师 要去学卤菜 今天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有找时间去看 这个格雷厄姆格林的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 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 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 在我们的官网上 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系列 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 你可以在推特和微博上 搜索彭化土豆 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 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